我们来继续学习现成的高级控制 这一小节我们将讲到现成的属性 如何来设置它的属性 首先来看现成属性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 它是一个批算的 H2P的钢铁类型的结构 在创建现成的时候 你可以不用传入空 而是传入一个属性结构 这个样子你可以自己设置它的现成属性 我们之前在创建现成的时候 一直传入一个空 那么这个空是默认属性 如果你想修改它的属性 可以修改这个批算的H2P的钢铁类型的结构 然后在调用Quid函数的时候 将这个结构传入 这个现成的属性类型 它对应用程序是不透明的 也就是说应用程序不需要关心 属性的内部一些细节 以而可以增加程序的可一致性 我们在搞切入式开发的时候 程序的可一致性是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考虑到它 在这个批算的H2P的钢铁类型的结构中 它包含了以下的一些现成属性 第一个是分离状态 我们之前已经学过了 第二个是现成站末尾的警戒区大小 第三个现成站的最低地址 第四个现成站的大小 那么除了第一个属性 我们学习过来 上面三个还没有学习 在这里呢 先简单的了解一下 下一小节将会详细介绍 下面三个属性 需要注意的是 并不是所有的系统都支持这些现成的属性 所以你在修改这些属性 或者设置这些属性的时候 需要检查你的系统 是否支持你设置的这个属性 而且还有一些属性呢 是不包含这个 批算的 attribute 钢铁类型的结构中的 例如现成的可取消状态 还有它的取消类型 这个之前我们也介绍到了 这两个属性呢 是不在这个结构中的 也就是说你要修改这两个属性 不需要通过批算的 attribute 钢铁类型的结构 这个现成属性结构呢 它在使用之前 当然需要初始化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初始化函数 批算的attribute 钢铁类型的函数 把你想使用的这个 现成属性进行一个初始化 当然使用完之后 需要销毁 是destroy函数 如果你在初始化的时候 为它分配了一定的内存空间 那么在销毁的时候 会释放内存空间 除此之外 这个destroy销毁数呢 还会用一个无效的值去初始化 PCR attribute 钢铁类型的对象 也就是你这个属性 如果 调用在第四转 它会被一个无效的值 给你来初始化 所以如果该对象被误用的话 会导致 创造现成的一个失败 那么这个销毁 一定要注意 不能随便的去销毁 接下来我们来设置一下 现成的属性 当然最简单的是 风铃属性 因为之前我们已经学习过了 关于风铃属性的概念 简单的回顾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一个现成已经被风铃后 那么它结束之后呢 它的资源是可以被回收的 如果没有被风铃 你可以用另一个现成 去调用PCRent 中央函数去连接它 导致它风铃 剩下的就不多说了 我们来看 风铃属性是如何使用的 如果你在创建现成的时候 就不需要了解 现成的终止状态 那么你可以使用PCRent Attribute 钢基内线结构中的 风铃属性 让现成以风铃状态启动 什么时候 要风铃状态启动呢 你需要设置一个函数 用PCRent Attribute Set Detach State函数 来设置它的风铃状态 它的风铃状态有两种 一种是风铃的 PCRent Create Detached 另一种是非风铃的 可连接的 PCRent Create ZoneAble 那么这个设置风铃状态的函数 它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 是你这些初始挂的一个 现成的属性对象 第二个就是你要设置到 风铃属性 然后风铃属性只有 上面这两个值 当然你设置过属性以后 还可以去获取它的 风铃状态的属性 用GetDetachedState 同样是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 是初始挂 初始化之后的一个 现成属性 第二个 就是你获得的一个 风铃状态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具体的设置 它的风铃属性 第一步 首先你需要定义一个 现成属性类型的变量 PCRent Attribute-T 这个类型的对象 然后你要将这个变量 取初始化 这就是我们第二步 你要调用一个 英尼的函数 叫它初始化 接下来你就可以调用 PCRent Attribute-SetDetachedState 用这个函数 设置一个风铃状态 风铃状态 之后上面这两个红 是两种 最后你可以在创造现成的时候 将这个现成属性结构 传进去 因为属性结构 已经包含了它的风铃状态 需要注意的是 所有的系统都会支持现成的风铃状态 所以呢 关于风铃状态的设置 你不需要去检查你的操作系统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实例 如何去使用它的风铃状态 我先给大家画出来的结构框图 创造了两个新的现成 这两个新的现成什么也不干 不需要干活 主要看走现成 它定义一个手性类型的变量 然后将它初始化 接下来调用SetDetachedState 还是设置现成的风铃属性 然后创造两个现成 第一个现成是用 我们今天学的一个属性 将一个属性给传进去了 那么第二个现成呢 还是用一个默认的属性 我们知道默认属性呢 它是一个非分离的 接下来主现成要去连接两个新现成 然后我们判断它连接的返回值就可以了 透过返回值 我们可以判断出来 这个现成到底是不是可以连接的 我们可以想象出来 那么第一个现成呢 如果你设置一个非分离的 那么可以连接 如果你设置一个分离的 它就不能连接了 第二个现成 它永远是可以连接的 因为你是用的默认属性嘛 所以它是可以连接的 我这跨图这写错 这应该是2吧 接下来我们来打开操作系统 来写一下这个程序 我已经打开了操作系统 然后我们来写这个程序 我给大家起个名字 shed attribute detach.c 因为我们要设置的是分离属性嘛 这里边先简单写一些注释 然后叫我们前期的操作都写进来了 因为前期的操作是先创造两个现成 然后去连接它 这些操作都是我们之前学过的 我就不再写了 非常简单创造 然后判断一下 再创造再判断 然后用pstrand join去连接两个新线程 新线程里边就简单写了一句话 我们先来用行一下这个程序 非常简单 是我们以前的那个模式 传入的都是一个空属性 用行一下它 用行之后呢 我们可以猜到啊 接下来这个调用转函数呢 它会打印出两句话 那么会装进1-1-2-6-S 因为默认属性呢 它是一个飞风里状态的 是可以连接的 我们先来测一下这个初级的代码 看看有没有错误 执行一下 好 没有错误 看新线程执行了 然后两个照应呢 都非常成功 接下来我们通过设置县程的属性 来修改 我们来显示它的分离属性 首先第一步 我们看一下第一步要干什么 定义一个属性类型的变料 好的 我们来在这里定义一下 它是一个p-swet attribute 当体类型的数据 又给它取名字 attribute 第二步 我们要将它促使化 所谓的东西使用之前 它就要进行初始化 attribute init 接下来初始化完成了以后 我们来第三步 设置它的分离属性 p-swet attribute set set detach state 设置它的分离状态 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 你初始化的 初始化以后的这个显示属性结构 第二个参数 是你要设置到状态 它的状态有两种 detached 还有joinable 我们默认的是非分离的 所以我们要修改一下它 如果你设置成分离的 那就没有意思了 我们来设置一个 那已经 我们设置一个detached的 分离的 然后非分离的就不设置了 它是p-swet d-crete detach 好 设置一下 然后呢 第一个现场 我们创建的时候 我们不用空了 我们用我们修改过的一个属性 然后第二个现场 我们还是用空 这个样子创造出两个现场 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现场呢 是已经分离过的 第二个现场默认是非分离的 所以接下来主现场 在电用这个 这段函数的时候 它去连接两个现场 那么连接现场1呢 它会失败 因为以现场1已经分离过了 连接现场2还是会成功的 因为默认的是非分离的 然后最后别忘了去销毁 p-swet attribute destroy 我们去销毁这个属性 OK这个程序简单的修改一下就完了 我打一下注释 定义属性别料 然后初始换属性 接下来设置 分离状态 我们将它设置为一个已经分离的 一分离 然后创建新现场 我就不写都市了 这个连接 把它写一下 连接现场1 然后下面是个判断 连接成功了 然后就success 连接不成功 就是failed 新的现场什么事也不用干 我们只要是使用了它分离状态 最后要将这个手线去销毁 好了我们来编译一下 看看有没有错 没有错 接下来来执行 看我们的执行结果 这样虽然的eFailed 连接现场已经失败了 因为我们设置它一个分离状态 已经分离过了 第二个成功 你没有设置它是默认的 它是一个非分离的 是可以连接的 我们来简单的修改一下下 将它的分离状态 设置成一个joinable 修改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把它的detached改一个joinable 这个时候大家应该能预想到结果 两个链接应该都是成功的 因为joinable是可链接的 来编译执行一下 看现在两个线程的连接都是可成功的 整个这个线程的属性使用 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首先你要初始化一个属性的对象 然后接下来你可以设置你需要的属性 我们今天简单的设置一个分离属性 最后你将创建的时候 将属性传入进去 这样就可以了修改了它的一个线程属性 然后最后给大家留一个作业 在这里边我们在线程分离属性使用的时候 只是用了一个set函数 它是设置属性 那么设置完以后 你可以用get来获取它的属性 或者你不设置 也是可以用getdetachedstate来获取一个线程的属性的 所以这个作业就是大家在创建新线程的时候 设置一下它的分离属性 然后你在新线程用行过程中 去获取它的分离属性 然后你打印出来 看看到底是跟你设置的一样不一样 这一小节就讲在这里吧